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这个正向的天通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的8月1号星期六的时间 这里有我许楼山,还有澳洲真BC小金宇 你好,我好,大家好,尝诗珍的,好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李贵汪也好 还有柳西兰青瓜仔,二德太阳 大家好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在留言最重要是订阅 以及《望向編集部YouTube频道》《正向部晒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跟我们的Facebook或者这个YouTube频道有联系 就不用怕的,有些人就很怕 说我跟哪些人已经没关系的了 不怕啊,不要啊,不关我的事啊 我们跟他们无缘无缘的了,不要用港区国安法来逮捕我 我不知道啦,这个黄之锋呢,他应该就有三条罪名在身 我想他应该都在这个法律,或者接受这些審讯的期间 对于他的法律知识的方面都增长到不少了 可能觉得那三个罪名可能都打掉的机会比较高 或者判罪未必会很重的 也不用说又要去坐牢被人搞荔枝那些,吃荔枝那些就未必啦 你家里会有荔枝吃的呢? 我自己是有荔枝的 有核的生果应该是以我所知的 可能比较硬的,那些核,橙核就吃橙的嘛 橙就有的 可能小粒一些,那些核就捆不了些什么 如果那个荔枝核呢 除非你买了一些荔枝就小粒一些核的嘛 那些不记得叫什么,黑刺是不是? 不是黑刺,黑刺是榴莲来的 黑刺是榴莲 不记得黑是什么的 但是那粒荔枝不是黑色的,当然 黄之锋荔枝就不知道 好了,那说回吧,那为什么呢? 黄之锋当然都很害怕了 因为他不离开香港的那个境 不能够学罗冠聪那些这样 那罗冠聪呢,正式宣布浪迹天涯 就发出这个通緝令 紧张人生的高峰 他等了这个通緝令很久 我们今天在其中一节都有讲过了 大家可以去听回了 那罗冠聪呢,得到这个认证 这个可以叫做申请庇护认证 进入各国呢,应该都相当之 看到这一张要接受他的庇护呢 要庇护他呢,应该都比较容易 在这个之后 是,因为他是内地出生,他没有BNO的 哦,这样啊? 是的,这个麻烦一点点 好了,他罗冠聪呢,他自己呢 收到这个认证之后呢 都立刻出了Facebook post 啊,挺好笑的哦 不如我们在今次的正向的天空呢 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正向的天空呢 都可以当是轻松一点 讲一下一些时事 看到些什么有趣的东西 就未必有这么有资讯性 但是我觉得又相当好笑 要讲一下哦 他对,罗冠聪呢 他对这个港区国安法呢 的通缉令有些什么呢 简直是完全是法律而无物 这些的 他说哦,他的罪名是什么呢 大家想不到 我想大家想一万次都想不到 在喝水或者在吃东西呢 停一停 他说他的罪名是 可能只是太爱香港了 太爱香港你留得笨是不是 今天就走 就是分手时有些情侣说 我太爱你了 哇,好厉害啊 要离开你 但是他现在这样说 又 我没有尖格还在一起 还有这样说的话 好像 据我所知 真的申请政治庇护难民身份 如果太爱国家 这样算不算一个理由呢 其实真正理由就是 你可能受到一些严刑 酷吐打 就是敲打敲打敲打 也曾经发生过在新加坡境内,当街被一位伯伯 盖他几巴,好像这么久这位葱仔新肝脖皮肝肉滑,没事 是啊,接着就搞笑了,他寄了一封信给大家,透过媒体知道原来我被冲冲啊 那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罪名,其实也有说过 不是你不知道什么罪名,是你没有去看,你也不需要看 因为你已经想着不会再回来香港,终于得到这个庇护了 觉得无关重要,觉得这些罪名,当然无关重要 那些你已经拘捕我不了,吹到我账什么 那种嘴唸,真的很可憐 还说欲加之罪何歪无恥 最终的答案就是太爱香港,挺好笑 你这样叫我爱香港,搞成香港了,乱了 是呀,然后走了去了,然后还要继续唱衰香港 还要说为什么要拘捕他们 我跟飞机同样,我很爱这间前公司的 搞到它股价大跌,差不多要倒闭而已 和你飞 帮自己在边缘回望,是吧 在边缘回望,说2014年就经历了这个高低起跌 说自己是由学生的领袖,做到立法会议员 蛤?你是立法会议员? 中国人不是共和歌,DQ了 又说什么,再到成为这个解下筹 和这个参与国际倡议的工作 你不是国际倡议,你是唱衰香港 他说从无一刻背弃香港人的价值和民主的盼望 你有没有听过香港很多人想回复正常生活 是不想要你的黑暴的? 当听不到 他当听不到的 就是选择自己要听的东西 是吧? 没错 那他说,咦,我们先看看 他说,或者很难相信 2020年中共就会完全摧毁香港的时空 哪里完全摧毁 这个是什么? 无限支战,无限手套那些 摧毁时空 一笑鬼死,摧毁香港 我会身在遥远的地方 真正的贵家无奇 你都挺贱格的 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那么喜欢太爱的香港 完全被摧毁 应该回来共存亡的嘛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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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都不是爱香港的 你说人家真的那么爱 说要做一些改变 但是自己走了 说不通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节的A 早晨的A已经说了 究竟他是什么罪名 还是怎么样 我们这就不重复了 各位罪友可以按过去听一下 这六壮士 六壮士 如何浪迹天涯 每个人都生怀着忌 一些就好像罗冠聪 就算是假音 共和国 假音 有些是按摩方面的专家 给人按摩的专家 也有些是BB弹枪的专家 是吧? 不同方面的专场 就是浪迹天涯 有些是弹跳力很好的 跳上FORMAN 是吧? 哦 是 是 是 你刚才说的BB弹枪 是不是那个生到 依然很志气 一眼志气的那个? 是 是 BB弹枪的专家 其实他都看他的样子 真的很小 其实有没有这样的 为了他这么小 过来乡别井 这些是聪明 聪明 懂得这样的 你有没有听过 一支BB弹枪 可以让他移民成功 哈哈哈 现在就是 不过有人 因为嫖娼而移民成功 这个真的成功 是啊 我们在那一节也说了 他在按摩床的时候 就是反转 好像是移民 他没想过自己会移民 就是没想过自己 喂 来按一下骨 按一下骨 按一下 按到移民 哈哈 是啊 就是在那个孔那里 哈哈 在那个孔里 按摩床不是有个孔的 是 可能那个孔里 他不是看到 下面的地板 也不是看到姐姐姐的 不是看到姐姐的 姐姐的脚啊 他是看到太阳是河 可能看到西敏子那里 是什么 是 是 或者为什么 伦敦眼大声 是 爬上伦敦眼 是 光復香港 就被警察抓下来 是吧 被伦敦警察抓下来 是吧 他去到就不会做这些了 可能 按摩 按摩姐姐都可能会问他 哎 你能什么呢 你能不舒服啊 没事 没事 为什么想到 按摩在那里笑 原来看到英国 按摩按摩到要庇护 我都真的想象不到 人生真是无限可能的 是啊 本来他们只有一本 BNO 可能变成一本真正的英国护衣 应该都会的 我觉得会 因为西方要拿他来做个典型 你跟我吧 给他一本护衣 但是不是个个人 起码你穿个罗区那件衣服才有 另外呢 另一个区 家区 陈家区 扮学生 老龄大学生 是啊 他没想过 自己扮学生 虽然我都是老龄大学生 但是我以前读过几个学位 这个 就是 人生的祭遇 我想 其实 Simon井那些可以拍电影 什么电影 三级 三级加一些 叫做 风趣抵死 没有想过 或者他是新的 爆龙哥 一龙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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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龙哥 哈哈哈 都 可以我们 某些情节 可以将他跳过去 跳过去 不需要三级 例如 Simon井那条褲子 被人拔开的时候 就播了一些小雀声 叫声 代表了他 露了 憤怒了 是不是 这样 好了 我们回来 说我们今节的 正向的天空 正向的天空 搞错了 都说这些 我们说明正向的天空 大家在天空下 一起聊聊天 开心笑 大家看到我们今节的标题 说他们什么兄弟相残 等着兄弟相残 你了 你了 为什么呢 立即光束割席 哇 很快啊 黄之锋 相当风利 割席 嘖嘖嘖嘖 那他马上在Facebook 很快已经 我们算一算的数 他凌晨大概1点左右出这个post 那即使呢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收到消息 就说 通緝令 写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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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写定啊 写定啊 希望写定啊 或者这个叫做其他都去写定啊 好了 他自己怎么说呢 take care 我的社交媒体 仍然会继续營 也都希望大家同样对抗白色恐怖 他说你自己这些想疑心生暗鬼啊 黄色恐怖呢 又撕掉人呢 他这么说 对啊 他说不要为我们自我设限啊 你自己已经设限了 不要为自己设限 为什么要设限呢 他说不要马上棄手 仍然可以守护一定程度 言论自由的地方 是啊 那你现在在大放厥词 同事了 怎样割席呢 来了啊 同事呢 我也要在此重申 这一方面呢 割席就割席啦 是不是 正式和他割席就说了 要 我所有海外窗户的工作呢 都是以我个人身份而行 没有任何人 这个人就是指罗冠聪咯 没有任何人呢 有政治联系 都是的 包括了 罗冠聪 西文井 家驱啊 那个BB蛋 BB蛋专家叫做 刘康啊 就是 那六件 就是 我和这六个人呢 是没有任何的政治联系的 也都没有受薪或者受任何的利益 做我枪耳的工作 哇 那只觉得挺清楚 就是 没有和这个 叫做 罗冠聪这些人呢 有金钱上的关系 或者 和他就算有什么联系 都不是什么合作 还是怎么样的 跟着我说 我离港之后 就已经没有亲人 还是怎样的 正式和他们断绝关系 不再有来往 还是怎样的 那就离谱了 以前我看这个千王之王 这个谭星 唯一到达千门最高境界 就是要到达这个六亲不认 想不到这个 罗冠聪年纪轻轻 已经可以去到这一步了 哇 那是前途似感 是的 千述那里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 嗯 所以 这个 这个 罗冠聪 都正式 就和这个 黄之锋 就割席 黄之锋 摆出这一段 也就是代表 他和这个 罗冠聪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所以 哇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投名状 就是他们三兄弟 就是 好像突然之间 为了一些利益 大家不认识大家 是啊 是啊 所以你看到黄之锋 很聪明 他转载 转载这一段 罗冠聪的东西 就借罗冠聪这一段 来帮自己 就和他割席 那他说 高招高招高招 真是厉害 就是他又不好意思 讲罗冠聪这一番的话 就是什么 个人身份 还是怎么样 就是他意思 就是 离港之后 他和所有人断着关系 就是黄之锋 他都断了 那黄之锋 立刻 再post 那些东西 就围求 自保 啊 很厉害啊 黄之锋 那为了选举 你也会吃的 你也知道 他又不是为了选举 他又不是为了选举的 他现在开始是为了叫做 为了自己呢 会不会有机会被人抓 他应该都很害怕 叫做港区国安法 高危的 他属于 应该都 受到有关单位严密监制 嗯 所以呢 这里就相当之过瘾了 我看到黄之锋 哇 这样呢 其实 某程度上 你可以说 叫做罗冠聪 他究竟是不是他自己呢 还是怎样呢 他现在究竟是想怎样呢 很明显是了 已经去到安全的地方 可以顺利成为这个 受到这个政治庇护底下 那就可以移民啦 那都算是 他另一个新的开始啦 不过这些呢 通常说 叫做打国际线 还是怎样的那些呢 找到自己在外国一个新的生活之后 就会开始静下来的了 就是久不久出两句声就算了 例如好像黄台阳那些那样 是吧 就是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什么读书啊 成那些呢 就是久不久就说 现在跟谁组织了一个叫 什么 被封疫啊 是 被封疫 那就算了 就是不断的 有些东西说一下 和做一下 那就算了 是吧 就是 又不可以太过 不可以零的 因为他自己都有自己的新生活 那些什么家区 什么陈家区 那些就迟些才知道 荷兰 区那个已经去了 是吗 有些人又去了英国 嗯 嗯 不是他首先去了荷兰 现在可能在英国 嗯 那荷兰可能他 是 因为荷兰的 他的 那些文化 就是 哦 比较自由 是啊 可以 尝试一下自由的世界 那 是啊 那 看到了 都相当可悲了 就是 昔日的手足 一变成这样 大家分道揚标 是吗 是啊 唉 都不声唏嘘 那 昔日呢 就在这个 叫做公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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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喊咪 那 其实王之锋想不想走呢 你觉得 他 当然想 问题是 他现在有一件事 什么在身上 就不到而已 他 他不知多想 我认为他 这些人是很喜欢 跟那些 跟那些 外国人 验验验验验 觉得 显得自己 好像高人一等的感觉 但是 一些很老套 很老套的人 那 还有呢 其实 有个位置 我觉得挺过瘾的 因为 为什么王之锋呢 他是一个相当要面的人 是吧 看得自己太高 当很多人都说 喂 你要留有用之身 要怎样帮大家守护香港 他说到这么行的话 如果他真的穿了草 还是怎样呢 他很难给下台阶 很难 他不想别人说 你没有意气 走了去 还是怎样 他忍受不了这些 所以你可能 你叫他 留有用之身 留住自己 还是怎样 保护自己 还是怎样 他更加不好意思走 其实我某程度上 他曾经有想过要走 嗯 不过怎么可以试解呢 他当时 他和 罗冠聪 和周庭三个 都有人说 大家谈好了 可能大家分配 重置不同的工作 就选一个 可以 你当是抽生死丑 有一个是要流亡海外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 是抽生死丑 是吗 是这样的 江湖传闻 是 不是 王 梁 他们是抽生死丑 是 所以王 就是出了德国 是的 我那个时候也听过 这个 这个是听花家台说 两个人炒一张 梁天琦很不幸的 就是 真是惨 真的 时代损上你 没办法 那我们今次时间 先来这儿 谢谢大家 这个王之锋 都算间接地 借 罗冠聪的文 去割席 唉 不过 我想罗冠聪 都预了 大家各一各 他们说 各一各自己的崗位 但是 王之锋 都算不算不幸 这个人 其实都是他自己拿来的 但是你说他不幸 但是你 老实说 如果是普通的职业者来说 他是个不幸 但是 你跟他真的实质 可以有的影响力 或者捐款的能力 籌款能力 其实 那他又是幸运的 真心地说 那就是 起码都不用有月来神掌 那些 对吧 就是放很多东西出来的 嗯 没错 唉 好啦 那我们今节 先讲到这里 那就是 很难有幸 人生有幸有不幸 对吧 好啦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